出你的烦恼 我已经杀过很多人了 我可不可以出家 可以只要我决心不再杀 就像央杰末罗 但是央杰末罗除了决心不再杀 他还有大惭愧心 所以他还可以证得阿罗汉 所以我想这个分两方面 自己有没有决心要改 如果你没有决心要改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出家 还是出不了家 但是如果你有决心知道 一个人知道自己有缺点 就不想改的人 这个人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他 如果你不知道你有缺点 那倒没话说 因为你不知道 那你已经知道 我这个人就是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你还不想修 还借着你脾气来骂人 意思是说你脾气不好 用脾气不好来覆盖自己 来找借口 那是好没有道理的 所以我想决心 我们叫精进波罗蜜 也代表在南传教决意波罗蜜 他有这个决心 阿处佛 阿弥陀佛 过去都造下了下无间地狱的恶业 那是他们升起惭愧心 看到那个石头佛 一败下去 我永远要真心的改变 不再犯 我要发起真实的心 所以他们后来成佛了 叫阿弥陀佛 叫不动佛 所以我想这个想要出家的人 就像很多人说 师父 我觉得很喜欢出家 出家很好 但是我看到男的女的还是会想 你会想吗 会啊 但是我老实词戒 我有惭愧心 我有在按照佛法去思维空性 所以这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你千万不能一直保护自己的缺点 所以应该是这么想吧 好 法师慈悲啊 墨学想问一个问题 墨学有一位师兄在图鲁斯 本人开了两个餐馆 做那个 是火锅 然后呢 就是他本人也是信仰佛教 但是他的妻子 就是不识宿 他们也都在佛学院学习 然后前一段他们有怀二胎 这个孩子可能就是五个月 然后就出现了那个早产的那个症状 然后所有的师兄们都回向经文 给他出现了三次非常危险的情况 然后在前两周之前 孩子平安的生产了 大家都回向经文给他 然后他的 我们都建议他改素食 然后他的店里面 就是他的后厨 包括他的大厅里面 他放的有佛像 然后到处写满了咒语 然后就是他们 就是不太认为 就是这个餐馆会对他个人 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影响 就是希望法师能够慈悲的开示 希望他能够听到这些 我还是必须先 做一个强调 就是说我们不能执着他改变 因为他认识我 他是我朋友 他是我兄弟 这样 我们只生起悲心 不能有执着的担心 不然你念佛就没有用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在开婚食的餐馆 那一己一切 也因为他 所以我想到这个问题 我会念 然后希望 他们都有福报 能够听闻佛法 而不是针对他 当然以他的因缘 我生起这个心 那当然他就有福报了 所以一切因缘 都是我们发心的祝愿 但是不能卡在那一点 如果说你刚才讲 全部人都为他念 那这个功德 等他小孩生出来 他们功德就不见了 记住 我念欺骗钥匙经 是希望我爸爸病好起来 结果我念完了 这欺骗钥匙经 就没功德了 所以 是因为我爸爸生病 所以我发愿念欺骗地上经 回向法界众生 那这个功德永远都还在 那爸爸更容易好起来 但是爸爸就算没有好起来 那我再欺骗再欺骗 就是他这个病成为我们精进的住院 不间断的住院 我们要念到什么时候呢 念到这个世界 没有人在开婚式餐厅 这个叫弥勒菩萨的愿 所以在这一点就是说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现象 脉昏死了 儿子生病了 这都是我们生起一个 平等悲心的住院 所有功德 融入法界 当然 接受他生下来或没生下来 如果刚刚你这么说 大家发动这么多人念 结果小孩子还是胎死腹中 那么大家不要念了 大家觉得这种佛法没用 那就很痛苦了 因为个人的因果不一样 所以我想很多人叫我帮他住院 我都认真的帮他念 认不认识 因为现在有违信了 我都帮他念 念完以后 结果会怎么样 我随缘 但是我感谢他给我一个慈悲的住院 去关心以前我所不知道的一种病 这样而已 去希望整个法界众生都能够如此 所以他说佛法不可思议 是真的 那这个不可思议不在你意料之内 才叫不可思议 因为真的针对这个事情 我们为他们念 为他们回向 为他们放生 自己也这样吃素 哪一天他如果变好了 因缘成熟自然成熟 但是因缘什么时候成熟呢 随缘 不能有压力 所谓压力就是说 你妈妈生病 你希望一定要他好 他不好就不行 这样那就伤害了 伤害了 因为你所念的东西就没有效率 没有功德力 因为是有执着的心态在念 所以我们叫前行大背心 正行空性 就是说我生起 针对这个事情 我生起的是对整个法界 开婚史吃肉的 悲心 那我在念的时候 我是保持在佛性空性的念 最后回向法界众生 因为他这个缘 可以 而不要让自己 因为学佛而起烦恼 所以不是怎么办 而是让我更尽力 这样而已 但无所求 这样去回想 好 再两个问题 那么 阿尼陀佛 弟子拜师父 看见师父来 很高兴 弟子常常看师父的片 弟子在学习 同师父 走走六点 拜啊 一一拜水 一个饼干 七个米 弟子供养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真 供养 八万法主 八万鬼王上天 供养这个小孩子 供养 一起 世界平安 都这个世界平安 法国 美国 中国 台湾 什么地方 弟子供养佛 保佑 世家 平安 回向给我 弟子个妈妈 爸爸 爸爸妈妈 死很苦的 在柬埔寨 死三十多个 所以弟子 常常拜佛 供 回向给 这个走心 弟子 不懂字的 弟子 就小得 很苦的 没有读书 十三岁 就拜佛 今天 七十三岁了 弟子 很功 很供养佛 很供养师的 去到哪里 是拜师 弟子去印度 弟子有钱 常常要去印度 布施的 今天 弟子很高兴 师父 告诉我们 做好人 常常个心 很高兴的 走走六点 弟子上起来 去供养 供养这个 所有 所有 八德 供养十方 六道清凉 供养 赐驾平安 供养 法王 鬼王上天 供养 小孩子 这样 弟子做 这样 不是 对不对 师父 祢陀佛 感恩 幸福 几点 好 祢陀佛 因为 他不苦 不会往神净土 他一定要有一点点苦 你劝他念佛 他就会去净土 所以就是说 好在我们在这个苦里面 我们有学佛 像你刚刚这样讲 我们听得很高兴 好在你不懂字 你懂字 你就不会这么念 你就会看看很多书 我要去读什么经 我要去读佛学院 这下就惨了 就不念佛了 所以我想各位现在社会有两个很特殊的 懂字的人很骄傲 不懂字的人就很谦虚 你最乖了 靠你了 对对对 这样就不得了了 好在你不懂字 你赶快 我也不懂字 我也是 因为我都是 我认为修行就是 让我们的心保持在那个状态 相信佛法 相信阿弥陀佛 对不对 知道世间苦 这样就好了 所以你的爸爸妈妈 一定在极乐世界 所以你不能再找找苦 你爸妈说你好苦 我才不苦 我在净土 对不对 所以就不再去 因为把苦变成慈悲就好了 把苦变成一种智慧就好了 而不见得要去讲到 想到那个苦 因为 因为这个很正常 所以谢谢你 来 阿弥陀佛 往生净土 你要说吃到你的米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通通去极乐世界 对不对 跟我爸爸妈妈一样 都去极乐世界 然后我们人就是这样过一辈子 所以你现在所有的希望 都是去极乐世界 好不好 然后让认识你的 有形无形的 都去极乐世界 像爸爸妈妈 那这样你就是博士班 诺贝尔奖 这样就OK了 那就没烦恼了 没有烦恼了 对对对 没有烦恼 对对对 向你看起 还有问题吗 那边麦克风 等一下 好像究竟法国 他老师那个 集市那么乱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应该说 比如好像法师你说的 我们去到那里 看到什么 要扯什么咒 那么如果说 现在法国这种情况的时候 那么我们应该是 扯那个热恼咒 还是要 那个热恼咒 太困难了 不会啊 不是说不能念 就是说 你念什么 你只要觉得很熟悉 没有压力都可以 因为你已经背下来 对你来讲热恼咒 太容易了 但是 因为 现在社会这种状态 最大的保障是慈悲心 就是说 你念什么都可以 你用慈悲心 那希望 而不是说 怕那些强盗 怕小偷 因为对他们也用慈悲心 这样就好了 当然也不是因为我慈悲心 我就故意把钱漏出来给他看 那你就会让人家泛起贪心 对不对 我还是尽量不要带钱 对不对 真的来了 就这边 这边 就这两张而已 你去吧 所以你还是要带一点 万一他找你 给一点酬劳 因为他忙了半天 没抽到你钱 就打你两张 你就吃亏了 所以我的施工 每个房间都要摆一点钱 万一小偷来了 就在这边 不要给我翻箱倒柜 那个经典太重要了 钱钱钱 钱你拿去 不多也不少 对不对 小偷就没有白跑这一趟 结果施工说 等了一辈子也没来 对啊 因为他早就接受他的 所以他不会来 但是如果你怕他 他天天找你 所以就佛教里面 叫我们空 就是没有对立 对善良 对邪恶 对小偷 对不实的 对我们来讲都一样的 因为他只是在视线一个法 这个法让我们要平等慈悲 随其他 也希望他更好 那我想我们 我们存在这个念头 世界就会因为这样而和谐 所以如果我们觉得世界有很多 有很多乱象 那这时候我们更要保持清净心 念阿弥陀佛 希望世界这样就变成 他们要去示威吗 示威呢 我们也要示威 我们就赶快拜餐 我们他们示威 我们拜八十八佛 因为佛法这个社会 本来就越来越来越来越糟糕 这个社会每少一百年 人就少一岁 以后人的寿命只剩下十岁 一生下来就你杀我 我杀你吃了 然后就死了 这个世界叫末法的简洁 就越来越来越糟糕 稍微一点点好 事实上是要更下去的 但是不要心 不要被他乱了 像我会看报纸 我会关心政治 世界各地的政治 我都会关心 谁选上 谁没选上 我都会替他关心 但是我是关心 我没有担心 因为我觉得 我就会为这个事情而 负一点责任 帮他念一念 帮他进化 请阿弥陀佛去加持 所以各位念佛 你可以念那个佛很大尊 那个光比太阳还大 这个大尊到大得不得了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那个每一个佛都放出不一样的光 去照那个黑暗的地方 有冲突的地方 这样就好了 请问这个十万个叛乱部队的力量大 还是一尊佛的力量大 都知道就好了 何况我们请这么多佛 佛力无边 但是千万不要被世间的乱象 或是身体的病苦 或夫妻的吵架 或儿女的不孝顺 动了你的信心 随言 但是我尽力 回向 这样就好了 因为不是你跑去 叫他们两个不要吵架 因为我们跑去没用 会被打死 但是新的力量 佛的力量不可思议 你念一个 我们送给各位那个大水求咒 你只要念一个 百万军队通通出现 然后去让他们 不是消灭他们 是让他们不会打仗 让他们不会造恶言 那事情还没解决呢 那所以我继续保持慈悲 但是为了要把慈悲的力量展现出来 一定要有一个清静 不执着 没有压力的心态 空性 接受 对不对 这个人得癌症 我不能因为 比如说我妈妈在痛苦 我不能因为这个东西起心动念 如果我这样起心动念 我就不想念 所以我妈妈在痛苦的时候 她在叫几分钟叫一次 我就赶快离开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能力面对这个声音 然后我再到别的地方去做焉供 去帮忙 再把功德回向给她 因为我还没有办法这么厉害 因为我听我妈妈在叫 我就乱掉了 我想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至少我知道什么方法 让我平静去帮她 所以这一点看 这个人看到你 你就想生气 你跑去跟她念 搞不好你跟她吵起来 还念 所以你自己不行 你就退一下 就这样 就像我为什么要出家 没办法 在家里我没办法念 他们这么爱我 我怎么念 这个家就是那种束缚 所以我看各位 我就很同情了 因为你们还住在监狱 我们已经在外面自由了 但是所以你要练习 让自己的心超越这个现象好了 不管是那个吵闹 那个对立 那个病苦 所以哪一天你生病了 没有人不生病了 这个生病也是你很好的修行 生病的时候 你的念头有没有保持在一个正念 而不要被他拉走 我好痛 我不要他痛 我好痛 你越讲他越痛 他越高兴 但是如果你保持一个正念 悲心或是我身体变成阿弥陀佛 你接近我的身体 你等于碰到阿弥陀佛 你就超度了 那这样可以 所以这个痛 他只会让你 或是个乱 让你更认真 更慈悲 更念阿弥陀佛 这样就好了 所以他们两边在闹的时候 我就观想 哇 这边文殊菩萨 这边普贤菩萨 往中间都是 毗陀遮那佛 你要把它转化 转化掉 所以我爸爸在看双脚 我也在旁边看 被打的那个叫贪嗔痴 消灭贪嗔痴 打赢了这个叫菩提心 两边都赢 但是我不站在哪一边 因为你没有贪嗔痴 你就不可能有空性 有菩提心 对不对 所以这个痛苦 才是我们一个 修行觉悟的助缘 这样就好了 好 还有什么 痛苦的问题吗 有吗 都解脱了 OK 解脱不是不生病 解脱是还在病 不过OK 我心里解脱 没有我心里在念佛 哪有那个不生病的身体 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还有一个功德要做 就是要 等一下如果有 也会给各个人一杯水 然后艺人也放一瓶水 这个水不要喝 这个水要先念一念 然后呢 这个水等一下 至少你今天会拿一瓶水 把我们这三四天的功德 融入在这个水里面 倒出去 这样 那这里面有个故事 我还是再讲一次好了 里面别发 有一个国王 他做了很大的功德 盖寺庙供养 结果晚上回去 做梦梦到很多鬼来找他 那这个国王就觉得 奇怪 隔天赶快问佛陀 我做了这么大的功德 没有人比我做了大 为什么这么多鬼来找我 那佛陀就跟他说 那个啊 你不要怪他 那个是你在过去七佛以前的父母 祖先兄弟朋友 他们以前过去七个佛之前 毁谤三宝啊 不信因果下无间地狱 结果呢 每个佛他们都在无间地狱 难得到这一次 你做皇帝了 还皈依三宝 他们才可以脱离无间地狱 到恶鬼道 但是你昨天做了很大的功德 结果这些恶鬼道的亲戚朋友 没有得到你给他们的功德 所以他们来拜托你 来求你 那这个国王说 那我又没神通 我也不知道几位啊 那佛陀说很简单 你只要拿一瓶水 把你所做的功德 观想在这一瓶水里面 然后等一下我们大家一起念的时候 你就观想这个水像雨一样的 流流到土地的每一个缝啊 然后水沟啊大海啊 充满了这个功德 然后你百千万劫的 所有的父母祖先兄弟啊 都可以得到功德 所以南传佛教就按照佛陀这样在做 这个叫滴水回向 不但不但这些我们自己的父母祖先 累劫的都得到功德 那些孤魂野鬼 受苦的众生也得到功德 所以各位你最好每天 我都建议人家这样 你拜佛的水 拜神的水多放几杯 到了晚上就把它全部倒出去 给众生喝 而且给累劫冤亲在主 这样 那当然你你如果愿意念就跟着念 如果你不懂就知道说 这个水代表所有的功德 包括佛的加持 包括极乐世界的功德水 然后一倒下去 累劫累世啊 父母祖先 孕亲在主 都享受这个功德去净土 这样就好了 你这样想 那每天都这样做 然后佛陀也说了 你用一杯水 你光用一杯水供养佛 光想到恶鬼道 一杯水就可以超度 八万四千个恶鬼升天 一杯水 你用一杯水供养佛 想到这个人间很多人在吃肉 在吃鱼吃肉吃龙虾 你只要用一杯水供养佛 把它撒出去 这个人间啊 整个法国吃的这些肉龙虾 他们就升天 所以各位我们只管 这个方法会做 你就不用烦恼了 而且一杯水供佛 等于念了一百万遍发财奏 要不要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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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发财 怎么利益众生 要发财 也一杯水供养佛 可以等于念一百万遍的 消业障重 要不要消业障 因为水可以洗得好干净 所以各位 我的意思是说 没有借口说 没有钱做功德 因为每天都有水可以喝 用这个水供佛 然后要喝之前 先撒一杯也好 撒几滴也好 然后这个水供养诸佛 这个水布施众生 然后我们自己才供养自己 如果你能够每天拿一瓶水 去供养众生 那福报功德更大 我想佛陀讲这个方法 太容易了 太简单了 各位就要真实去实践 好不好 让你没时间烦恼 每天忙着做功德 所以我在机场 他说你干嘛要出家 我看你这个很忙 做大生意 我说你才知道 我现在生意可做大了 做功德事业 忙得不得了 忙得不得了 所以因为以前赚的是小钱 现在赚的是整个世界 那些到处结善缘 结善缘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先做滴水功德 来 右方前面 要请主任还是主任妈妈 都可以 我们念 然后他到 老妈妈也上来 两个一起到 没关系慢慢到 各位你不要在这里面到 在地毯 好会员吗 你才到外面到 好不好 那他们先到在这里面 要看得到你们到 让人家看到 大家跟着念 来 跟着念 观想我们的功德 全部 所有佛教的功德 我们的功德都融入了 来 强远及入住 强远及入住 无边处所者 与水游天降 终必会低处 如此之不失 福之亦恶鬼 犹如满意流 得便于大海 如此之善果 福之亦恶鬼 至极圣者观世音 守将本至甘露流 恶鬼即可诸苦灭 愿及及尽聚福乐 我马尼背面护身 好 好 可以啦 那等一下我们这个水倒完 各位那一瓶水拿起来 先不用打开 水有巴德 供养十方 消除恶业 六道清娘 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一切友情 同享功德 同身净土 堕胎胎儿 往生排位 同身净土 恩阿仿 好 这样就够了 不要喝啊 出去外面倒啊 你到哪里倒 到你家门口倒 对好了 发了 让发果充满甘露 如果你每天坐一次 好不好啊 每天这一瓶先供在佛前 如果你家在佛 你要出去的 带出去布食 或是你把供佛的那个水 倒在你的瓶子里面 出去布食 每天 也就是我们一个佛教徒的慈悲 我们这个方法可以改变世界 他们负责吃 我们负责超度 对不对 我们负责帮助他们 你把发果人都当作你的祖先 那功德更大 帮助他们离苦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马杰儿童一儿童感染科主席是黄聪明 我想一般大人跟小朋友互动最怕两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你已经知道自己有感冒了 那么在这段时间你回家以后 除了要把衣服通通换洗 然后洗手 戴口罩之外 可能就减少跟你孩子之间的互相交流 让这段时间你的病好了以后 再去跟孩子有互动 但如果说你是没有症状 你回家的时候很怕自己身上带着病毒 其实也是一样 回家的时候把衣服换掉多洗手 相信就可以自然而然的跟孩子有玩耍 或者是一起吃饭等等 不用太担心 感谢观看 生命电视慈悲爱终生